我觉得我们甜点是不是可以买这种 这个也不错 这个是吃咖喱饭要用的吗 清挑餐具数量到材质 一一确认白痴公主宣布开咖啡厅 只花60天整个过程收录影片 但开幕才第三天引来网友抱怨 我就是要在这边执行我的咖啡店梦 你对你自己有信心吗 当然有啊 只花60天后呢 我可以让这个店面变成打卡名店 高人气吸引众多粉丝前来打卡朝圣 但有住在南部的网友 PO出店家的照片 说满心期待到网红开的咖啡店 但到的时候店员提早半小时说休息了 并关上店门请他们下楼 态度让网友认为冷处里没有服务热度 直呼无奈只能在店外拍照 转贴文章白痴公主说 发现该名客人是晚上快七点抵达 但咖啡厅本身只营业到晚上六点 至于店员被反映态度冷淡 他解释这几天事前的筹备和营业 让同事们累了 或许脸上有些疲惫 不过也说都是非常有责任感的人 比如说我们营业时间 是十二点到六点好了 可能前后需要开店跟收拾 基本上是都会酸紧 当初规划营业时间考量了人力 白痴公主也说看见很多不看好的观众留言 只希望别因为她的身份忽略了甜点师傅的用心 未来也会继续努力 希望让大家开心享用美味餐点 TVBS新闻上面是宏廷台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